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假如说今天你有心想要去让很多人去观看 然后去赚Google公司给你的广告费 就是YouTube赚钱的方法 它的第一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就是当你点选自己的创作者工作室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什么 观探次数 你看我的观探次数 我要告诉各位 我第一年我的观探次数几乎都是 就很早很早很早 当然影片量大概只有几百部 可是就是很少人去观看 可是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就有观探次数 观探次数隔壁就会有订阅者 这个订阅者很重要 因为订阅者呢可能会帮你去做一些什么 分享啊或者是推广或者是来按赞 当然啦 只要是登录之后 你可以对你自己喜欢的影片来去点选 例如说喜欢 那当然还可以新增一些其他的小工具 那重点是我要请你们看的是 如果你想要去赚钱 你想要去进行YouTube广告的托播 第一件事情 你的这个影片观看量要超过一万 那你看我这早就已经超过了 可是因为我从2013年 2013年我才放上去的 那也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有一天说 你这样每天回答那个学生的问题不是很累吗 何不把你那个教学影片啊 剪成一段一段的影片 然后呢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别人回答问题的别人提问问题 你就可以告诉他说 请你看我的哪一部影片 这样回答不是比较快吗 就是因为他提了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就乖乖的很努力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慢慢的慢慢的 经过了两年 经过两年之后才发现 哇这个浏览的速度突然快起来 所以大概请你们看一下是这件事